首先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很荣幸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的激动 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 知道什么呀 我们相声演员四门基本功课 说学逗差 哪一门干好了都不容易 必须下功 门门都拎得太少了 还真是这样 拿我们来说吧 就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说得不好 我说得好 你也说 我们水平不高 我水平高 我们功夫很浅 我不是 我们都要脸 我不要脸 不是 这是老包 就是这包袱 还挺好使的都是吗 还行 除了这一场都挺好的 有点过分了是吗 你是不要脸 当了这么多好朋友 不知道谦虚一点 怎么了 上来撇着个大嘴 我说的就好 哪你说的好了 四门基本功课 哪门都行 我天哪 哪门都行 门门都好 不难为你啊 怎么着 我们最基本的 绕口链 喇嘛 喇嘛 行不行 大小练呢 哎哟哈 张嘴就来 说说 听着 说 到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提五斤喇嘛 到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提喇嘛的喇嘛 要拿喇嘛 换别着喇叭的哑巴 别着喇叭的哑巴 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 别够弄坏流 嗯 我捋捋啊 怎么了 哑巴 说你玩一会儿 还给我 别给我弄坏流 哎 我没看出来呀 怎么了 你还是个神医呀 什么意思呢 把一个哑巴给治好了 我天呐 哑巴这能说话吗 他不是很俏皮吗 嘴皮子利索呀 再来说绕口链 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呀 真正的 那你说唱个绕口链 得唱绕口链 对了 咱们带着家伙来的 嗯 看了吗 快板 嗯 哎呀 唱快板之前呢 得把袖子挽起来 这是必须得一挽袖 主要是 让蓬蓬看看我有多白 打板就唱 听你的唱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头滴了着五斤塔嘛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滴塔嘛的喇嘛 要拿塔嘛混 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 别喇叭的哑巴 不愿意拿喇叭混 滴塔嘛的喇嘛的塔嘛 滴塔嘛的喇嘛 急了 抡起了塔嘛 打着别着喇嘛的哑巴 一塔嘛 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 摘下喇叭打了 滴了塔嘛的喇嘛 一喇叭 也不知 滴塔嘛的喇嘛 拿塔嘛 打着别着喇叭的哑巴 一塔嘛 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 拿喇叭打了 滴了塔嘛的喇叭 一喇叭 滴塔嘛的喇嘛 回家顿塔嘛 滴喇叭的喇叭 回家滴的喇叭 吹喇叭吹喇 好 怎么样 这掌声太好了 不不我不知道各位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吗 我能猜一下吗 行 各位啊 大家看着他唱 打完板 唱完了以后 好 好 我天呐 怎么了 太卖力气了 我唱完就是一个卖力气 最后还得 终于唱完了 是怎么想的吗 真的 大家心里 你说唱现在什么时代了 唱咱不得好好唱一回吗 我天呐 那我听听你怎么唱的 好好唱一回这个喇叭塔嘛 你来来 听我的 好 谁谁 等会儿 谁把你电池抠了 抠电池干嘛 什么意思啊 这是 我这前奏 行你打板不行我前奏啊 这倒霉丸还有前奏呢 那当然听我的啊 继续 大南边来了个喇叭 手里提着五金他妈 大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憋着一个喇叭 提着他妈的喇叭 蹲他妈呀 憋着喇叭 哑巴吹喇叭 Come on Let's go 谁 别说了 怎么了 你这是绕口令 我这神经病啊 去你的吧 马老师觉得这一段怎么样 不错 就现在我看这三段啊 都是捧豆并重 是不是啊 总的说的配合都比较默契 上来的气质 还是可以 就是非常的熟稳 在舞台上 建议你们俩都不错在哪 都逗跟 都学点这个单边火 也有驾驭观众的能力 明白 那你就困乱不当了 谢谢谢谢 谢谢马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报错专业选对行 这个有意思了 谁报错专业了 我吧 啊 我吧